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791集 张凡大手一挥 白狐那薄弱的魂体又瞬间被张凡手上所散发出的那股强大能量给拽了回来 遭受打击的白狐魂体算是彻底误透了人为刀组我为鱼肉的这句话 望向张凡的眼神里充满了忌惮 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消息 我们就会偷手机器 惯着你 大不了浪费一些时间和精力 我们早晚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线索 听到张凡这话 狐狸的嘴角微微咧了咧 跟张凡这样的人硬碰硬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魂肥魄散 先生 我这就给这位兄弟道歉 白狐魂体说完 急忙朝着萧冲连连低头 对不起 还请兄弟大人不计笑人过 萧冲无奈地看了一眼白狐魂体 轻轻地摆手 另外 我会把我所知的情况全都告诉你 嗯 说吧 就在白狐魂体即将开口的时候 鹰鬼忽然说道 有关于龙虚草的事情 我半点都不知道 还请两位大师饶了我吧 鹰鬼本就应该入营草地府 不应该逗留人间 张凡说完 又把目光投向了白狐魂体 白狐魂体立刻便会议 哦 这吊教楼一共有75根龙虚草 这些龙虚草就藏在展厅东南角下面地板的夹层的一个观音山木所打造的盒子里 观音山木盒有巫术和真气的双重加持 既压制住了龙虚草外衣的气息 又令得盒子本身的强度大大增加 非第三镜强者难以打开 那个盒子在你的手里 不在 这观音山木盒或者说其中的龙虚草连通着更大的机缘 一旦把这观音山木盒给取出来 这更大的机缘也就随之消失了 而且我实力太弱 即便获得盒子也拿不到里面的龙虚草 具体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75根龙虚草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影子 通过这些龙虚草可以获得更多的龙虚草 更多的 能有多少 300根 张凡的眸光一亮 300根可不是小数目 这对于张凡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外面传的 要获得吊脚楼里面的75根龙虚草 需要用到贝壳粉末这个消息其实并不准确 没有贝壳粉末 一样可以获得这75根龙虚草 只要打穿东南角位置的地板就可以 其实这贝壳粉的作用是要探寻那300根龙虚草的 听到这里 萧冲说道 那也就是说 你每天晚上往展厅东南角位置放贝壳粉 是在探查那300根龙虚草了 啊 是的是的 我把贝壳粉放在那个位置 晚上12点钟的时候 那些贝壳粉会和吊脚楼发生一些反应 这反应里面蕴藏了 寻找更多龙虚草的线索 只不过 我自制愚钝 并没有什么进展 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 白狐魂体充满了沮丧 这反应的具体情况 我就不跟两位说了 今天晚上你们一看也就知道了 张凡点点头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他把话题岔开 指向那颗红紫的珠子 这颗红紫的珠子 是什么东西 听到张凡这话 白狐魂体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紧张来 他试探性地问 您 您感兴趣 对 感兴趣 这 这是我当年的内单 当年的内单 张凡下意识重复 萧冲也是颇为疑惑 是这样的 两百年前 我是处在第三境第五段的妖尊 可是 在与人争强好胜当中 舍了根基 被对方挖了内单 侥幸才得以逃脱的 我只能是从头开始 再造根基 天才地宝有助于我的修炼 可以快速提升我的修炼速度 这期间里 我一直就在寻找天才地宝 这龙须草 并是其中之一了 八年前 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 去了苗族村长的家里 得知了这里 有龙须草这个消息 经过了三年的搜寻 我才确定了龙须草隐藏的位置 说到这里 白虎魂体的狐脸上 再度出现了沮丧 似乎是在对张凡说 没想到弄了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结果 为他人做了嫁衣了 白虎魂体之前是第三境第五段的妖尊 内单都被掏了 现在属于是涅槃重生的状态 也难怪张凡从他的湖面上看不出什么情况了 张凡的道行突破第三境以后 应该可以看出一些断倪 第三境第五段妖尊内单 拥有 储存魂器 屏蔽一些个免疫排斥的能力 这也是正常的 不过却并不能完全的摒弃免疫排斥 毕竟这是违反了天地规则的事 因鬼走洁境如此的修炼 虽然实力可以快速提升 不过这不仅会造成根基不稳 长此以往 一次次细小的免疫排斥堆积到了一定程度 也一定是会反噬他的魂体的 张凡想了想 又问 你内单里面的魂器 是从哪弄来的 锦临肝神梨村东侧边界有一个水井 据说当年井周围方圆三里 是一片的坟地 修路的时候 那些个坟地被推了 惊扰了里面的恶鬼 那些恶鬼就开始了他们的杀戮 承建单位找了一个名叫易登的道家大师 易登大师施法镇压那些恶鬼 把那些个恶鬼全都封印在了井里 我听周围的村民说 这事发生在五十年前 这么多年以来 在那些个恶鬼的撞击之下 封印已经出现了一些破损 有魂器从破损的位置里面溢散出来 我这内单放着也是放着 所以就放在易散魂器的位置 吸收了一些魂器 以供他来提升实力 我之所以会帮他 也是因为当年我逃到井去的时候 他帮过我不少的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